三国四位角色家人 三国四大角色家人 你被谁的盛世美颜惊艳到了呢 曹一 真命真命 三国第一美女 原始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 后来曹军破冀州城后 曹丕闯入袁绍府中抄家 发现棚头垢面的一女子 竟有一副花容月貌 曹丕见之清新 后来曹丕最为曹丕迎娶 并且立为夫人 公元二百二十年 曹操逝去 曹丕登基 为魏文帝 他原本想立真命为后 家人都肯辞拒绝 曹丕的一手落神父 无疑是一把刀裹线 曹丕极为的恼怒 在黄初年二月下旨 将真命赐死 病人不禁喜去 TOP2 貂蝉貂蝉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尝得月貌花容 国色天香 据历史记载 他拥有清国清城之姿色 貂蝉为了报答意 赴司徒王允的安情 不惜用美人计 只为铲除大魔王董卓 貂蝉和吕布最终走在一起 然而自从白门楼吕布远命之后 貂蝉这位角色家人 就隐秘与无形 他的生死成为千古之谜 TOP3 小乔小乔 东汉末年时期的美女 汉末名将周瑜知妾 周瑜风度翩翩贵公子 小乔天资国色 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幸福的时光是如此的短暂 终于在进行岳阳途中病逝 享年三十六岁 留享貌美如花的娇妻 此后 小乔一直绿绿缓缓 最终病逝离世 享年四十七岁 TOP4 蔡文姬蔡文姬 东汉大文学家蔡雍的女儿 汉末三国时期才女 自有就博学多才 继承了蔡雍的才学 琴其俗话样样接近 尤其擅长音律 她的容貌更是出众 成年后 嫁给魏仲党 不久后 丈夫去世 魏留下子嗣 这时匈奴来袭 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卢走 嫁给匈奴人 育有两个孩子 十二年后 曹操一统伪方 他用金币从匈奴那里 将蔡文姬赎了回来 因敬重蔡文姬的才学和他坎坷的人生 曹操并没有为难蔡文姬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